今天是我們北國分行 扎根港島東的五周年 那不像競選 就是9月9日 扎根香港港島東 但是有一樣東西大家可能不記得了 其實揮納證券集團 明年就是扎根香港30年了 1984年來到香港 我們應該更加大肆慶祝了 不要緊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統計 其實我們北國分行就是僅次於總行交通 最方便的一個分行 如果在地鐵站來說 我們應該是最近地鐵站 如果沒有地財 另外 這個可能大家會緊張一點 生意額我們都是僅次於總行的 最接近的總行 不要說是最接近的 還有一點距離 不要叫做profitable revenue 最高的一間分行 OK 希望大家 肯用我們今天安排的美食 飲品 還有一隻乳豬 留在肚子 吃的乳 不是乳豬 這些都乳了很久了 那時間先交給司儀 多謝各位 多謝Joe為我們的支持 接著我們交給黃師傅 跟大家介紹一下支持 分享仇之心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這麼多年 包括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經紀同事 IFA這麼多年的鼎靈支持 所以我們只可以蠟燭 Joe剛才說紮筋 我們要蠟燭都要不容易的 都是靠大家一直的支持 和愛護 如果大家接下來有什麼意見 給我們 可以多些向我們反映 請問Joe 他要聆聽 剛才Joe說 北角分行的特色 就是生意額 可能跟總行也有一個距離 但是我的觀察就是 產品的分類 其實北角分行這方面 可能比總行更優勝 因為你們對不同的產品的銷售 很多時總行始終 他們開始的時候 是我們從股票為主 所以總行都很集中在港股 或者是廣期 但是看到別的分行 特別是北角分行 你們其實在其他產品的銷售 當年的分佈 多元化給總行是更加優勝的 這裡也想和客戶說 大家知道這陣子的股市真的很難玩 天天上天天下 以為今天升 誰知道他會跌的 永遠是和自己想買相反 可能還有錢欠 但是交投也都很低落 這個其實我們對於大家經紀同事 或者IFA 我們那個部署 你看到我們二三十年來 我們很多時的發展都是比較向前望的 即是說 預備定 如果一個行業發展 真的有什麼的樽頸 一些的障礙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突破這些障礙 你看到我們在交易平台的投資 我們是放了很多資源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的交易平台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還有那個速度 功能 其實都是很優勝的 這個是幫到大家做生意 來幫客人可以在更貼近市場賺錢 應該最重要 第二樣就是產品 我們過了這麼多年 即是積極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是有一些行家未有的 沒有的 比如借貨股空 債券 基金 還有就是外國股票 你看到最近 港股就很難玩 但是其實外國股票 三星創過新高 蘋果早幾天還創新高 為什麼是要買富士康呢 是要想那些蘋果的影子股 為什麼要買影就不買影后 不買影前面呢 是不是 其實很多的強勢股品 如果我們放眼全世界 Apple 三星 甚至一些老牌的卡夫食品 我們見到 都是不斷創新高的 分散的投資 其實是很多機會 講股市 講股票 我經常都說了 所以今天都不佔用 大家太多的時間 大家都希望吃了一隻 乳豬之後 就紅運當頭 之後就財源廣進的 希望大家繼續享用我們 預備一些 好酒微菜薄的小食 但是最重要就是 吃了一隻燒豬之後 大家賺一年好運財源廣進 多謝大家 謝謝 今天五周年這麼開心 今天要切燒豬了 今天有請一下Joe 包括Jacky 和Benny 我們就要來 這個 我們就要去 上個月 又要去 上個月 我們就要去 看看 上個月 我會去 平安 好 我們一來 切燒豬當然是生意興隆 好 掌聲 鼓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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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鼓勵你 鼓勵你 大家炒股就 對摘告股了 最緊要當然是 客志雲來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是今天還是 是啊 沒有事先如謀 這個叫什麼 以權謀私 選今日來 兩個生人有小豬食物的 他們都是剛剛 今天是星期五的時間 多謝大家 也都是第一次我生日 這麼多人一起過 William每年都很有心 我今天已經收到他的電郵 Wish me happy birthday 多謝大家 我們一起去大家好不好 好 1、2、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vis文 Happy birthday to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